单纯的陆灵儿看着长发美女扑进姜凡的怀里 她直接害羞地捂住了嘴巴 在她想来这个人不会是师娘吧 夜罗回头看着满脸通红的陆灵儿反应过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魔女了 你就是新来的小师妹了吧 我叫夜罗 你可以叫我姐姐哦 我 我的名字叫陆灵儿 夜罗看着陆灵儿的金发闭眼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陆灵儿的样貌可塑性太强了 性感教师 水手夺利 诱人兔女郎 她绝对都能轻松驾驭 就在夜罗思考先让陆灵儿穿哪套时 江凡直接给她后脑勺来了一巴掌 她太知道夜罗在想什么了 她实在无法忍受夜罗如此猥琐的目光 江凡直接拽过单纯的陆灵儿进了大殿 还是先让这孩子填饱肚子再说吧 此时大殿的餐桌上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 这可把陆灵儿馋得口水直流 要知道 这些可都是我们大师姐亲手做的 真是的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说话的时候嘴里不能有东西 要知道这可是小师妹 给我们第一次聚餐 江凡见奈洛梅跟白瑶一起进来 就问到她哪去了 白瑶让江凡不用等她了 奈洛梅胃口 今天就不过来用餐了 是吗 还以为她会激烈一点的 看来还是有点成长的嘛 此时在另一边的盐武场 奈洛一脚就踢飞了用来演练的木头人 可恶 臭江凡坏坏江凡 分明就是故意的吧 不容易 好不容易 我好不容易餐 被唾弃的黑暗记忆瞬间将奈洛淹没 她不幸将凡不知道她有多么痛恨西方人 无边的烈火从她的身上狂暴而出 似乎这样便能把黑暗的往事烧成灰烬 就在这时她发现身后有人 她突然回头问到是谁 紧随其后的便是一个包裹着火焰的拳头 她看着来人立声问道 你是谁 那个你是四师姐对吧 我叫陆灵儿 看你训练得很辛苦的样子 这才算不上什么训练 顶多只是活动一下筋骨而已 奈洛看着眼前的陌生女孩明白 这就是新来的那个小师妹 陆灵儿有些窃窃的看着奈洛 她能感觉得到奈洛的不友好 陆灵儿表示是师父让她来打招呼的 这可把奈洛气得够强 这是吃定了她不会对这么个小女孩动手是吧 师父还说 师姐们都是很好的人 让我跟着你熟悉一下宗门 礼物原店 你要是识相的话 就别在我眼前出现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师父他们那样 平易见人的 特别是跟一个蚂蚁 陆灵儿看着那落厌恶的背影愣住 她原来以为这里的师姐们都会像师父那样接纳她 但原来她还是会被人嫌弃啊 不知不觉夜晚悄然降临 江凡有些落寞地坐在屋顶上对月毒啄 忽然她听到了一丝脚步声 你怎么来了 变色这么好 毒瘾 岂不是太无趣了 你早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了吧 接下来怎么办 你想好了吗 那我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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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